好,导航做完以后我们继续 我们继续再做左边的这个侧边栏 就做左边这个侧边栏 好,那么这儿定一个DIV 这地方呢,你最好做一个注释 这个叫什么呢 导航 我把这个侧边栏放到NV里边啊 侧边功能栏 好,我们这儿定一个DIV 因为侧边栏,大家注意啊 侧边栏的颜色 侧边颜色和这个导航的 基本上是一样的 侧边栏这个颜色和导航的是一样的 所以我也给它一个导航的一个样式 class nv bar default nv bar collapse 增加两个样式 那侧边呢,上面最上面我给了个搜索 这样我给个ur 那这个uri里边呢,我们做搜索 那这个ur,这里边我们每个ur里边我们写一个功能 ahref 请号 比如说我们叫系统功能 copy一下 我们叫栏目功能 栏目功能 好,补充一下 好,这个呢,当然它是一个 啊,菜单 那么现在把这个 那这个ur呢,它说到的也是一个 也是这个导航,所以这个地方给加个样式 class nav 再评一下 诶,系统功能,功能来跑到这儿来了 这个我们做一个这样的事情 我先给它一个行列样式 style marget top 51px 以前我们讲过,就当一个导航 你设了static top以后,它就固定到上面了 大概是50像素 那这个呢,我让它 雷顶上51个像素 好,运行看一下效果 在这儿出现系统功能栏目 那么接下来把搜索完成 在这里边写搜索 div div我们给一个class imput group 这是一组输入 那接下来呢,imput tap tap text tap text class等于form control 好,保送运行看一下这个文本框 文本框出现 那我们在文本框这儿要出现搜索按钮 出现个按钮 如果我这儿直接给一个button tap button 这个地方给它搜索 用心看一下 这个样子 那我们要把这儿 这地方做一个按钮和它粘到一起 做弧度 我们前面学过button group button group的时候我们可以加一个 spy 我先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效果 然后再写 cntr x spy里边我们可以给一个class 嗯 input group and on 这地方给一个 del hotel 163.com 大家先看这个效果 大家应该明白我想做什么 什么效果 就这个文本框完了以后紧接着会出现一个 相当于一个一个图标一样的东西 那这个呢是一个 呃一个一个新的样式 我们叫 input group and on 这个地方我在讲那个 按钮组的时候给大家讲过 那这地方呢我不给它 给一个按钮 这里边给个按钮 注意看 给个按钮 给个搜索按钮 搜索按钮呢 我们给它一个样式 class btn btn default default 好 我们接运行看下效果 哎 这没有 有问题啊 他没有沾到一起 没有沾到一起 那这个搜索呢 我先先不管他先把这个搜索里边的图标给他做出来 图标呢是spy 我们加一个搜索框找一下 图标 搜索 搜索是这个东西 好 复制一下 签换回来 这地方加一个 class 好 再运行 这样的话这个按钮上这个图标有了 但这俩没有尖上 好 那么再看一下什么原因啊 啊 这地方我们用一个 这个另外一个东西啊 叫 input group button 啊 这个地方 实际上是用错了 好 再运行一下效果 这样的话 注意搜索 这是搜索框 这是一个按钮 嗯 这一段有了 好 那么再把这个功能 我们把这个功能做完以后 我们再瞧功能的大小 本来这个侧边的大小就很窄 但现在占满了全屏 因为我们做一个将来要这样的效果 就是如果在窄屏上 在小屏幕上 我要显示什么呢 这样的效果 好吧 右边的全关掉 好 这个功能菜单呢 我们还要做个子菜单 看怎么来做 这地方子菜单呢 我们再加一个 ur li ahraf 这比如说我们叫 系统信息 copy一下 管理员管理 比如说我们叫 日志信息 最后加一个退出 href 警号 退出 好 把它 对齐 按shift加table 再按table 锁定回来 contrast 那只是我做了这个菜单的结构啊 这个菜单底下有这么多子菜单 那这个样式怎么来定义呢 我要把它叠一下 把它折叠起来 展开折叠起来展开 我们用到的是什么呢 折叠 展开 折叠 展开 那我们在这里边可以查一下什么呢 gioscript 插件 然后claps 查一下它 那我直接用了 这个按钮呢 这个A标签呢 加一个class 跟于 claps claps 那它有个target data togo claps class等于claps togo应该是吧 没有 claps 那这地方有个data target target的话 用A标签的话就用这来指定 那给这个有二取个标签 取个ID ID呢我们叫 嗯 sup1吧 sup1 子彩蛋1 那这地方就是sup1 sup1 好 我们再运行一下看效果 单击它 找不起作用 我们看一下什么原因啊 class不用给啊 data togo等于claps id等于它 这地方再给class class等于 nv 吧 nv claps 好运行再看一下效果 注意单击功能 单击功能 点开展开 这有点问题啊 有点问题 我们再检查一下什么原因 啊 这地方不是nv barclaps 这给claps就行了 因为你 点这个功能要把它展开 要它有动画的时候要加这个css属性 这个样式啊 claps这个样式 好点功能展开 好那么再给加一点修饰 在系统功能上 这加一个什么呢 符号 那么先把这个功能给它做成 加个符号 那怎么加符号呢 我们先找到这个系统功能 我这给加一个spy 给它一个图标 找到中文文档 找到我们的图标组件 图标 我们找一个图标啊 比如我们找这个箭头 复制一下 class放到这来 那这个呢 要跑到右边去 加一个pore right 跑到右边去 这样的话系统功能 这就有了介统 点它展开 点它展开 那这些功能菜单上呢 我再给它一个前面再加一下小图标 看怎么来加 那我们先复制一个小图标 那比如说系统信息的话 我们叫info 这个图标 在A标签上给spy class 和文字直接给个语号 nbsp 空格 运行一下 系统功能 前面就有这个小图标了 那管理员管理 那我们再找一个图标 管理员的话 这有一个小人 Ctrl C spy class 这地方加一个 空格 那再找一个日志的 那再找一个日志的 什么表示日志呢 我想想啊 比如说它表示日志吧 spy class 与号nbsp 空开 最后再找一个退出的一个图标 比如说这时候我们退出 保存 spy 一号nbsp 好运行一下看效果 那单击系统功能 这就有子菜单了 那其他呢 那我不做了 我把这个简单的复制一下 就OK 好呢我把这个 UR 整个把整体复制一下 整个Li复制一下 Ctrl C 这个呢 这个呢我们叫栏目功能 栏目功能 当点A的时候 它的这个 这个叫sub2 ID 变成sub2 好再来一个 Ctrl C Ctrl C 比如说这个叫产品功能 产品功能 产品功能呢 展开 展开 那其实你在这个 功能栏目的这个前面也可以加一些什么呢 图标 这个我不加了 现在自己在前面也可以加一些图标 好这个做完 但是我们在高分别率底下 整个测标了应该占很小一部分 但是整个占满全屏 那我们看这个怎么来做 那这个呢我们就要用到什么呢 煤气导入 注意看煤气导入怎么来用 那么找到这个官方的这个手册 我们当时在学这个全局CSN样式的时候 应该有学过 这里边应该有 注意这有煤气导入 煤气导入我们用 比如说我们大于768做一个 嗯分界点 把它copy一下 好copy一下 我在这个文件里边呢 我给一个样式 那一下样式 style tap text css 给一个媒体导入 这个像素呢 我以768px 作为什么呢 分界点 当大于768像素的时候 我把这个测别楼大小调一下 测别楼我可以测别楼给个id id等于叫slader 好 这他的id 把这个id Ctrl C 给他一个样式 id选择起警号 YS 设上250像素 marg top 雷顶上51像素 precision absolute zindex等于1 好 那我们在这个上就这个style就不需要设了 好 运行 注意 做了什么事情呢 就是让这个测别楼 大小就大于768分别里的这个显示器的时候 我让它的宽度设成什么呢 这个250像素 它它再小一点的话 小于768的时候 那这个css就不起作用 小于768的时候 这段代码就不起作用 它占买全屏 那这地方还要注意这个搜索 这有搜索框 搜索框呢 我在这加一个 mysearch mysearch 那搜索框呢 我们用心看效果 它立上面贴的太紧 我让它给一点接据 那么就是 类选择器 mysearch marge 上下给上10px 左右0 好 运行一下 那这样的话搜索 离上面和下面就有点拮据 250是有点小 好像 这是150 给250 好 再运行 好 这个距离差不多 250 好 这样的话 我们就做完了这个 测边了 那测边了 做完以后 我们再做一个 主要的区域 核心区域 那核心区域 我加在这个 这地方来 DIV class pager me 加一个pagerme 这地方呢 我加一个样式 先写上一句话吧 反正我先保存一下 待会儿再来讲这个核心区 我先写上一句话